疫情几件降急 再加上好天气 很多人会到宜兰东山河 骑脚踏车散散心 没逃到19号下午 有一对爷爷奶奶 带着孙子去玩 租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一次不熟悉路况 结果连人带车翻落 三米高的水道 三个人受到了擦锁伤 电动三轮车翻落边坡 大半台车几乎都泡在水里 岸上的爷爷奶奶以及小孙子 惊魂未定 相互检查伤势等待救援 没多久景潇赶到现场 陆续将祖孙三人送医治疗 事故地点就在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 19号下午三点多 这对老夫妻带孙子来骑电动三轮车 经过船翼桥准备转弯时 一次速度没控制好 三人连同电动车一同摔落河中 每天都有固定的人员在寻查 包括路面的坑洞 自行车道的养护 安全防务上面 我们在内部做一个 详尽的那个检讨 电动车泡水损失将近上万元 不过电动车业者不打算追究 坚定跟减路槽不熟 上坡要去 上坡 上坡要去 上坡要去 没完 祖孙三人身体多处擦挫伤 索性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出门在外还得多加留意 才能开心出游平安回家 记者李柯燕 亦然报道